看到前方車輛員警高舉手槍 想圍捕賴姓祖賢 但祖賢大膽先倒車 又加速衝撞 左邊員警朝輪胎狂射擊 右邊一名警察 拿著盾牌差一點就被撞 祖賢開車衝撞警車 警方連開24槍 開車衝撞的就是22號深夜 在府內區待人闖進民宅 開槍的賴姓祖賢 他替欠錢的阿龍協調8萬賭債 約債主到朋友主務處協調 结果一進門就開槍 造成債主手臂重擔 陪同了朋友左胸重擔 最倒楣的是蘇姓屋主 腹部重擔 結果送醫不治 但是因為賴姓 跟林姓的中心的被賴 之前沒有一些國家的情緒 認為很沒面子 給他漏氣 警方調查賴姓祖賢 跟談談男子卻都認識 他從湖內逃到大社 歸還作案 車輛又建了另一輛車 兩名提供車子的共犯被逮捕 他開車逃逸 直到逃亡31小時後 行蹤被鎖定 躲在仁武區 一觸廢棄透天錯 警方逐城搜索 最後發現他躲在夾層裡 狼狽被帶 為了逃在開箱 鬧出人命 不只開箱殺人 還開車衝撞圓警 包括賴姓祖賢 跟共犯四個人 31小時內全部落網 被依照槍暴及殺人罪嫌 移送法辦 記得葉振宇林知會 高雄報導 議員